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一小节我们捋了一下Monkey的整个程序框架 知道了这个服务在哪里监听 哪里进行连接请求的接收 哪里进行读写操作 这小节我们来看一下Monkey的Connection模块 由于整个项目它的结构性非常强 阅读起来不是那么轻松 不是那么容易读 所以这一小节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它的读写处理 因为对于一个服务器程序来说 它的读写处理和它的并发处理始终是重点 从上一小节中我们知道了 在这个工作线程创建的时候 我们会给Hander这个结构体的 几个几个函数复值 一个是它的读函数 一个是写函数 还有错误处理超时这些函数 通过上一小节的分析 我们知道这几个函数最终是调用 Lion.C里边 就是这个模块里边的一些基础函数 socket读写的基础函数 那么这个模块通过编译成so的方式 我们通过这种plugin加载的方式把它读进来的 好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读和写操作 这两个函数它具体做了什么 我们进入到这两个函数中 这个函数的原码位于connection模块里边 connection模块里边还包含了 connection读写 错误处理 连接的关闭 超时 我们重点看read和write这两个函数 首先来看read read函数进来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调用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追了一下代码 实际上它是处理安全套机自藏的 我们这个地方先跳过 然后这里执行那个connect threadconf函数 它取一个schedulelist node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list 这个list管理着一组绘画 再往下走 调用了session gat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取当前的一个绘画出来 返回一个client session的结构体 client session结构体我们来看一下 从它的名字上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客户端session的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socket 然后还有status状态 body 这个就是协议体 然后body size 这个就是给这个 协议结构体分配的 最大的缓冲区自结束 body length 是已经读到这个缓冲区里面的自结束 这个client session管理着一个client的一组数据和状态 这个地方取出一个client session结构体以后呢 我们下面进行了一个注册 首先判断它是不是为空 如果为空的话呢 它就重新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然后我们注册到那个列表里边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读 从这个client session里面读数据 读完以后啊 我们根据返回的结果 判断数据是否已经读完 如果读完了以后啊 我们就把它的状态 这个地方返回0表示已经读完 读完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c session的状态呢 置为写状态 如果说啊 它的那个 如果说数据已经超出了我们缓冲区 可容纳的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就返回错误 并且把这个client session关闭掉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hander read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地方有一句注释 就是读 收进来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首先判断了一个body的大小 如果缓冲区小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执行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 重新分配缓冲区的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先跳过 socket read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调用netio map的read函数 这个netio map 上一小节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它是调用的 这个模块里边的read函数 这个模块呢 又编一层so加载进来的 read read完以后 我们根据返回值 如果说 出错了 我们就把这个socket呢 给关闭掉 这一节呢 是已经读完成了 这个地方 反规的就是读到了有效的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bodylens 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值 以读到的长度呢 更新进来 这个是读函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写函数 connection write 写函数大概流程和读函数差不多 这个地方 首先取一个schedule list mode 这呢 判断一下当前的 这样一个连接 是否在我们的一个调度列表里边 如果没有在里边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注册 注册到我们的列表里边 继续往下走 注册进来以后 把我们这个socket的状态 置为 置为就绪状态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可读状态 更新 更新当前的socket的这样一个状态 还是取一个connection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写的 写完以后呢 就根据调用handwrite返回的值 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如果出错了 那么就把这个连接给释放掉 并且返回错误 如果完成以后 我们就调用相应的函数进行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handwrite的这个函数 这里边主要调用了两个 一个是send file 这个函数呢 就是发送一个静态的文件 静态页面就是在这处理的 下面呢 还有request process 这个函数呢 主要是针对http协议进行一些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http的具体处理的过程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好 这个就是连接的处理 连接的读合系 我们在这里